为什么美国作为全世界公共卫生投入 占GDP比重最高的一个国家 理论上讲 他们应该是可以获得 全世界真正的看一第一的成绩 但是截止昨天 美国已经有累计 三千五百万人感染新冠疫情 累计已经超过六十一万人死亡 如此惨烈的死亡人数 令我们非常痛心 六十一万人死亡是什么概念呢 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一百多年来 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综合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越战 朝鲜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过去一百多年来 所有美国战争死亡人数的综合还要多 无论从个人 还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 我们对那么多人的死亡 我们是非常痛心的 同样视为人 那智库 当然要去吸取类似这样的教训 要从中得到很多未来能够避免的很多行之有效的 全人类共同团结的抗议的这样的一些进程和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